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在哪裡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第一個景點 是我客人居非常非常喜歡的地方 所以其實正在我的身後 歷史博物館 是那家裡的 充滿歷史氣息的 可愛的 挫中心 好可愛 這張牌是這樣的 今天的打扮也是一樣 沒錯 這張牌的具有知青美衫 這張牌的 是的 而且呢 我這個地方呢 其實也是分成這樣的 私藏拍照照片 所以 沒錯 那些選擇呢 我就帶菲莉還有大家 我們一起去自拍 我 我喜歡自拍 不管在哪裡都行 我喜歡自拍 就故意偷偷入鏡 我喜歡自拍 結果我模仿重新 哇 我們的看見了 我們是具有文化技術 聽說你也是一個 阿密地主的環保人士 沒錯 那看見呢 平常都會做運動嘛 我都會來這個地方運動 太好了 那做什麼運動呢 就是 騎腳踏車 哇 對 這樣就可以做到 減能減碳 減能減碳 對 那 如果你沒有自行車的話 沒有關係 你可以去附近見那個 Uber New Bike 好 好 例如 也可以見我 Uber Bike 對 那我們現在就請番姐姐 帶我們享受騎車的美好吧 好 好 耶 出發 欸 番姐姐 這跟我平常騎的腳踏車 不太一樣耶 騎 哇 我們完了一整天也累了 好 那相信番姐姐 一定有妳的私房美食 要跟我們分享的對不對 當然喔 番姐姐在最近呢 就是我們的珍珠奶茶 台灣民燦珍珠奶茶 而且呢 大家知道番姐姐是一位 非常注重環保 然後愛地球的人 所以呢 我就會自備這個 夠 我們這叫做什麼 環保 對 環保呢 那是大家 這個是番茄醬自己親手做的 麥芽醬好厲害喔 附近不吃呢 我們要環保嘛 所以我們要用環保 吸管 然後就飛上去 然後吃飯就這樣 妳這樣磕下去就對了 好 謝謝番茄醬 那我們今天往紅去哪兒 就要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妳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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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提供 我是Kedy 今天網紅去哪兒 我們要介紹的是 菜紅姐姐的故事啦 Hello 菜紅姐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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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 大家好 我是Rambo夢夢 我的本名叫做菜繡影 這一次要跟大家 分享我生命里面的故事 过去我曾经在东森悠悠台 担任过彩虹姐姐 生命里面经过了 非常多的高山地骨 这次很开心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生命里面一些很深刻的经验 希望我的故事能够祝福你们 也愿上帝的爱 流进你的心里面 祝福你的这一生 向你爱你我也爱你 谢谢彩虹姐姐 别忘记把影片往下滑 就可以点选我们的连结 收听彩虹姐姐的生命故事哦 另外要订阅我们远东福音会的频道 就可以及时地看到 我们最新的推广影片哦 要记得收听哦 耶